我们终于要出发去雪山 好旧啊这个阳台 圣诞即逝 有两千米 我们家有时候不输的人站在中间然后不能服任的东西 来来来 高石头布 恭喜 而且你这么高 而且还好因为他已经快要抖了 这边这样还好啦 如果是刚刚上面那边这样站起来我觉得应该真是有点刺激 这边其实还是也蛮老 这有一个超级陡的滑雪雪道 我们的小镇 嗨 我们现在回到房间里了 然后准备去泡一个温泉 它那个温泉昨天有给大家看它是一部分在室内一部分在室外很舒服 尤其是看着雪山 看着这样的雪山泡温泉真的很舒服 我刚才穿泳衣和雪雪雪去阳台上拍照 我看好多国外的博主都这么拍 然后我就也想拍 真的是给我冻着了 我现在就去泡一下热水 现在我们在户外的那个是 所以必须要就是除了脸以外 全部放在里面才能不冷 因为上面超冷 真的 我们回房间了 刚才有去问前台有没有什么推荐餐厅 意大利菜 然后跟米兰的也没什么区别 就没有特别想吃的 所以我们还好我提前有想到 我就觉得可能我会不想吃意大利菜 所以我就带了那种素食的拉面 所以我现在就要去煮一个拉面池 它这个房子就有点像Airbnb 因为它有这种做饭的 然后它餐具都可以齐全 我们还带了AD盖奶还有椰纸 是不是很机智 没关系 早安大家 刚发生了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就是我要拍日出 我们去外面把相机架好了 结果发现我还回来的时候我们被锁住了 然后我手机也没有拿 然后我手机也没有拿 而且我刚刚嫁完 我想说马上就回来 所以我就没有穿袜子 它也冻死在外面了 嗨早上好 今天是我们家这边的最后一天 然后我们就是在这收拾一下 就准备要check out 在此之前 因为我们有承诺过 会给大家拍一个穿搭视频 所以现在呢我们就是要在这儿 在这个阳台上拍一下我们的雪山穿搭 然后我们就得check out了 Henry还没有穿好衣服 所以他现在在房间里穿衣服 我不知道能不能看得到他 今天我们就要check out了 然后还在拍穿搭影片 所以希望你们会喜欢 我们等一下check out之后 要去这边最有名的一个湖 听说很冷 但是很期待 我们已经收拾好行李了 最后看一眼这个美丽的阳台 现在我们要离开 就是这个滑雪小镇 然后我们要出发去 一个湖叫Lago de Brais 但是这个湖它现在应该都是 全部结冰 然后上面有雪 这样就是所以看不到湖景 但是可以看到很漂亮的雪景 我们现在开去那个湖边 其实是跟米兰的反方向 就是我们回米兰可以顺路 经过一个湖 但是也可以往北走继续去 现在我们要去这个湖 然后但是本地人就非常推荐 我们现在要去的这个 所以我们就决定小绕一点点路 大概一个半小时 然后我们再回米兰 好多人去那个湖的划船 然后Herry就很想划那个船 不知道为什么 我真的还好 我希望它是结冰的 就是我 我希望它 不是这样有水 我希望它是结冰 结冰能走吗 能啊 就可以在湖上走 但我觉得这个温度 那个冰应该没有很多 真的吗 应该走吗 如果大家都走的话 应该没什么问题 在大家一起我说 这个湖没结冰我有点紧张 万一那个湖没有冰的话 应该也不能划船 那就只能看湖而已 我再看吧 我们已经快开到那个湖了 这边也太美了吧 我们刚下车被冷爆 然后赶紧把帽子手套 昨天这儿比山上还冷 昨天我们都不用戴手套 也不用戴帽子 然后围巾其实记不记都行 今天真的是必须都得要 然后Henry这新型羽绒服穿搭 在羽绒服里面 穿了一件长袋 你穿得到吗 或许 这边会不会行动有点不变 出发 其实还可以 这个雪踩的好舒服 夏天的时候这边就可以开放 然后冬天的时候这就不让你进去 真说不出话也太美了 你看我跟你说 这个湖上可以走路吧 我们现在在湖边的一个咖啡厅 喝一个热的东西 然后这个view超级超级好 因为就直接变上去 这边的那些小飞都超级 我们现在走在湖上了 这边是不是很漂亮 我们在这边要拍两张照片 然后Henry专门穿了他的roft的大衣 不过不得不说这种长大衣 在这真的非常非常出品 就是我们俩合照 然后我穿这个就有点傻傻 但他那个就感觉很利落那种感觉 不过他会很冷 我们 startup ne fun 别别别别别别 重量 我们现在有个衣服的交接仪式 他穿我的 我穿他的这样 不过分 给快穿 快笑死了 怎么样 我这个新的outfit怎么样 其实也还不错 Encounters 你转过来 你先在这儿吧 新穿雪是干净的 这太好笑了 你穿这还挺好看的 你穿这真的还挺好看的 Oh my gosh 现在踩在湖面上 然后还在这 我觉得它下一个就会摔倒 我们刚才拍完了 然后也互换衣服拍了一下 还不错 我们收拾一下 也准备要回米兰 我觉得湖真的比山还要冷 就如果大家来湖边的话 真的一定要多穿 就手套帽子什么都要戴好 现在就要回去了 我们下周再见吧 拜拜 拜拜 我们这次雪山之旅就到这边了 对 非常开心的一个雪山之旅 太好玩了 我们下周待着就会让你倒下了 没有什么事 我们下周患的儿子 还是要把着 我们下周患的儿子 我们下周患的儿子 谢谢你